外媒,中国军事领域这五大关键优势值得警惕。 原标题,外媒,中国军事领域这五大关键优势值得警惕。 英国智库Elyse发布2018年全球军事平衡报告中提到,2018年中国军事领域有五大明显优势,值得注意。 其一是歼20为首空军前战部队会让全球空军格局重新大洗牌。 Elyse预测,到2020年,歼20为首我国空军前战部队战斗力将趋于成熟,届时,会让全球空军格局重新大洗牌。 本月初媒体报道歼20已经具备和歼16、歼10C协同作战能力。 简单说来,歼20、歼16、歼10C作战模式类似于美军F-22、F-15E、F-16C战术模式。 歼20可评及隐身关键优势负责串门,直接先发制人深入敌后空域打击关键火力点,而后歼16和歼10C趁剩发射远程对地导弹进行清理任务。 这样一来,美国空军F-22、F-15E、F-16C作战模式优势将不在,任谁都会坐下来好好琢磨打量一番歼20为首空战前线部队实力几何,才敢伺机而动。 其二是远程空空导弹PL-XX射程支援令人堪忧。 ISCH预测,到2020年,歼20、歼10C、歼16作战小队将集体换装最大射程可达150公里的PL-15,超远程空空导弹,甚至有可能会换装射程高达400公里的最新一代超远程空空导弹PL-XX。 这射程足以让世界各国空军胆寒,理论上可打击F-22这类超音速战机。 如若预测成真,估计到时候美军都坐不住了。 其三是军用无人机领域大有感超美军之势。 在军用无人机领域,美国、以色列和欧洲一直走在创新研发与实战应用第一梯队,遥遥领先世界。 过去这二十年来,中国军用无人机领域发展态势可谓拔地而起,大有感超美以为首第一梯队之势。 仅在无人机军售方面,中国彩虹系列和义龙系列无人机已畅销全球十一国,并且屡次爆出在实战中成绩斐然,口碑极佳。 其次是零五五行万吨机驱逐舰下水速度之快。 目前,两艘零五五行万吨大型导弹驱逐舰已下水,各项数据指标堪比美军巡洋舰。 外媒评价有了零五五行驱逐舰的中国海军已补其迈向蓝水海军短板,再加上我军下饺子一般造航母速度,试入深浪试不可挡。 其母是我国量子通信技术在军事领域应用走在世界最前沿。 近日,中国量子雷达开发商沃国最大国防电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表示,最新研发中下一代量子雷达系统不仅能够跟踪隐身轰炸机,还能追踪太空中的半导导弹。 早在两年前,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就表示,已经开始测试侦测范围达100公里的量子雷达,理论上量子雷达能够追踪隐身战机。 一旦量子雷达在我军事领域遍地开花,最头疼的一定是那些以为占住隐身战机,在手就能高枕无忧几十年的家伙们。 。